因為這個國會改革最高經濟馬案 前後只有講25秒 比他批判的太陽花了 將近的30秒還要花 所以最近這兩天柯文哲主席 跟黃國昌說 你進黨來電視辯論啦 這不是判笑是不是 自由啦 委員會不討論 大家過去電視辯論 那我們立法院乾脆關掉 這是第二個詐騙 第三個詐騙就是說 民進黨反國會改革 我跟大家報告 民進黨有國會改革的法案 包括我的 迷途性騷擾送紀律外部調查 民進黨有調查權 只是沒有像國民黨這麼荒謬的 讓官員不敢當官的 藐視國會還罰款到60萬的 民進黨有要求自安加強的 有要求立委要守密的 有反B2的 這個是不是我們才需要的國會改革 大家搞定嗎 但是我們的法案 我親自看到 我到司法法治委會要去解釋 早上10點半不到 布坤姐一出現 他就取手要散位 所以是國民黨跟民眾黨聯手 不讓民進黨的國會改革一起討論 最後出現這麼的誇張 讓我們立法院成為5月我最大號 最近這個歐曉筠定委說我比你大 最大一個太上皇的超越憲法體制的假改革 就是說假改革真詐騙的國會改革 最後只有一分鐘的時間喔 拜託我們桃園的朋友 我剛剛說桃園是民主勝地 在1964年的時候 我們勇敢的桃園年輕人 就是我們的魏廷曹先生 他簽署了台灣人自救訓練 前後做了17年的牢 他就是我們現在議員魏雲的爸爸 我們給他掌聲謝謝他 繼續為民主努力 1977年中立事件 好幾千人包圍中立警察群 讓國民黨不敢做票 因為當場抓到做票 結果徐信仰才有機會選上桃園縣長 那一次中立事件中間 也有兩位年輕人上面 我要講的這件事情是 那個中立事件我怎麼知道的 有一本書叫做選舉萬歲 寫下整個發生的事情 我在大學的時候看到他 對桃園人很憎憬 也覺得我們就是要跟桃園人一樣 支持自由民主 所以我們那個時代 發起了野蠻和學生運動 我們後來有了民主的國會 也很高興看到 我在台大教書的時候 我們的學生費 發起了太陽化時代 包含著魏雲這些年輕人走上街頭 今天我們又看到更年輕的七秒行動 我想台灣人今天很辛苦 我們一代一代出來努力 但是我們很強勇 我們的民主是我們親手打拼下來的 拜託大家這是關鍵的時刻 今天來到現場就是你有心 請大家出去 不要害怕別人家笑我們 不要怕得罪人 我們該講話的時候 就把話講清楚 不要讓謊言詐騙成為台灣的主流 好不好 好